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题目 叫做避免抗拒的七种互动策略 这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先来谈 为什么我们会对有一些互动反感 当然特别是怎么样 特别是一些销售型的活动 对不对 各位今天老师就帮你分享这个关键原因 尤其是什么 就算你今天是从家长的角度 或者老师的角度 各位主管的角度 你也可以去发现到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的部署 会有这样子一个互动上面的 造成反感的原因 其实最主要三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讨厌被动 各位什么叫我们讨厌被动 就是说其实当别人命令 我们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动的 所以换句话说 当这个销售的业务员 各位来主动的做推销的行为的时候 各位你就会有所抗拒 因为其实我们讨厌被动 我们希望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自主性 换句话说 我们跟孩子互动也是一样 为什么会觉得爸爸妈妈啰嗦 这个啰嗦的意思就是说 好了你不要再讲了 那也就是说你在主动的怎么样 各位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观念想要灌输给我 只要我有一点意识到 OK我没有这个自主性 那么我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 这样懂吗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困扰 什么叫有其他的困扰 就是说我们当下的自己的情绪问题 我们当下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我们当下有其他的烦恼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现在跟你的互动 我感受不到价值 我觉得帮助不了我 我觉得怎么样 在浪费我的时间 都会造成怎么样 我的反感 好各位 第三个叫做什么 因为过去的某些经验不好 好所以某种程度 他就唤醒了他的情绪记忆 比如说他曾经被强迫的推销过 比如说他曾经遇到 恶职的销售员 然后怎么样 然后被欺骗的感觉 或者说你使用了某一些话术 他听很多遍 所以他听到了这一遍的时候 瞬间这个抗拒就被引起了 一样道理 如果假设今天 为什么会觉得爸爸妈妈啰嗦 这个啰嗦的意思并不是说 这一次重复讲了很多 而是过去累积到现在的这个啰嗦 所以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我不这样讲 爸爸妈妈已经有的时候 很难扭转这个形象 因为各位 他是从过去累积到现在 所以有时候你现在一开口 你都还没有讲话 你这第一次都还没有讲 他已经觉得怎么样 你又要来了 所以这些就是过去某些经验不好 当然这三种状况 各位当然我们就是要 某种程度就是不要去引起 甚至你说要去避免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他可能早就存在了 例如说你看 他有他其他困扰 我们怎么知道 所以最主要的关键 当然还是要第一点 什么样子 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被动的 让他们拥有自主性 我们就来看一下 各位 其实我们在讲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 要去做到这种避免抗拒的互动 因为大多数的业务员 刚好这怎么样 就是在这三种情况里面 剥夺了客户的自主性 或者是怎么样 没有去注意觉察到 对方当下的情绪 或者是当下状态 当然怎么样 各位有可能你某一句话 唤醒了他过去的某个 这个不好的经验 那你也没有察觉到 所以推销会不好的原因 其实就在于 各位我们都有可能直接 踩到刚刚讲 这三个地雷的其中一个 好来 所以因此 如果你贩卖的商品 是需要你主动寻找客户的 各位你如果不是在这个夜市里面 如果不是在这个零售店 这个店家 那是客户自己来的 而是你必须要去主动 找寻客户的 尤其是什么 你贩卖的可能是高价的产品 例如说 某些这个直销的商品 或者是说 各位这个保险 从事保险业务员 有没有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 高单价的商品的时候 各位 你今天更要好好认真来听 好来 你就要更要学习 如何不引起抗拒 来切入你的销售主题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点是什么 叫做水到渠成 各位什么叫水到渠成法 来问大家一下 水到渠成的关键 不在水 而在渠 你们听得懂吗 意思就是不要去管水 什么时候来 而是好好挖渠 那么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 先别管客户在哪 我们把客户比喻成水 OK 好 专心建立你的品牌通路 也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 我们教大家写作 教大家文案 教大家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好好的行销 而不要做推销 其实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在做什么事情 各位建立你的品牌 在对方还没有跟你互动之前 他其实已经知道 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好 各位 来 这时候你要记住 关键点不引起抗拒的是 让你知道 让你的客户知道 销售是你的服务 各位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们的这个 跟人互动的第一个地雷 就是很讨厌被动 对不对 但是有一种情况 会很喜欢被动 就是被服务的时候 各位 被服务就是被动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什么 如果我们让他知道 我们的销售是一种服务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不断在做这些事情 那各位 当今天客户知道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透露出来 其实他主动来寻找你 这时候你的销售是一种服务 或者是你主动找他的时候 跟他讲说 我最近看到你好像怎样 好像对某件事情 好像有困扰 在FB上面 看到你po的讯息 那刚好怎么样 我在做这样的事情 各位 是不是你的销售 反而是一种服务了 所以第一种水到取成法 其实坦白讲一句话 是你每一天都应该要 不断花一点点时间 在做的事情 让别人知道 就是你在做这件事 无论是你的怎么样 旧客户 或者是还不认识你的 这个所谓的陌生开发 各位 其实某种程度 你都怎么样 都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经营 这个叫做水到取成 所以当你今天打电话给客户 你让他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主动拜访你 是一种服务 不是推销 那当然 这就是你的个人的品牌 就要建立了 知道吗 好 第二个关键 叫做升职形象 来什么叫做升职形象 跟刚刚水到取成 哪里不一样呢 好 来我们来看 不引起抗拒的核心关键 就是营造你的品牌信任度 好 先讲好 你就算让大家都知道 你在做什么 你每一天都在po文 都在这样 但是各位注意听关键 大家只知道你在做什么 其实是不太容易建立 品牌信任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信任一定要有所接触 各位 就算他每天看你写的东西 可是没有跟你产生 真正连接互动 它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要记住 信任感的建立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先营造熟悉感 好 什么叫做先营造熟悉感呢 好 各位 就像现在线上的伙伴 也许你从来没有上过 老师的课程 但是你每天早上 在固定的时间 会看到固定的我 那你就会发现到 各位 这个熟悉感就会建立 这个熟悉感建立之后 跟着信任度就会建立 所以换句话说 熟悉感的关键 就是固定跟重复 好 来我问大家 所以你会不会固定的时间 去固定的早餐店吃东西 我跟大家说 老师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就是有办法再怎么样 在很短的时间 让别人对我产生印象 好 各位 好 所以像我最近 我们刚好 我家不能算附近 应该走路也要大概十五二十分钟 那我们就骑摩托车 到一家这个 它应该已经算是连锁店了 第一家开淡水 它就碳早 碳是木炭 早安 叫做碳早商行 早餐店 那我都会固定怎么样 如果假设呢 我今天没有这个演讲的话呢 我就会怎么样 我就会固定 这个直播完 然后呢 把事情做一下 我就去早餐店吃早餐 那你会发现到固定的时间 各位 你出现固定的 在那 就会跟老板怎么样 常常有这个 ice contact 所以你去过几次之后呢 各位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认识你 他就会怎么样 知道你都点什么东西 而且我每次都会点固定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很有趣 他是跟我建立了熟悉感 那这个熟悉感呢 怎么样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信任感 要怎么互动呢 好 很简单 如果那一天 我稍微晚到一点点 比如说 平常都是九点半吃早餐 那一天我怎么样 我十点半或十一点才去 各位 各位对方就会怎么样 就很好奇 然后这时候 你就可以跟对方怎么样 可以产生互动连结 各位 你就可以跟他讲 所以呢 他现在已经知道 我在做这个 讲师的工作 然后甚至怎么样 他就上次就跟我说 这个 在互动过程里面 就询问我一下下说 我的这个工作内容 到底是怎么样子 好 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先营造熟悉感 那你一定可以 每一天的生活 有一些固定的模式 可以创造起来 各位这样听懂了吗 好 来 再来 第三个叫做反主为客 好 那什么叫做反主为客呢 好 各位 刚刚讲过了 我们希望对方怎么样 他是要能够有自主性的 所以反过来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所贡献 因此呢 你与其总是抱持想去帮助别人 我发现到很多的销售业务员 他们心态都会觉得很正向说 我做这份工作 我就是要帮别人 好 可是在互动的时候 你可以转一下下 你可以把它改成 不如先让对方来帮我们 好 请对方帮一点小忙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了解客户的时候呢 各位 我们除了了解他的背景之外 其实有个重要的是 了解他的价值在哪里 了解 OK 好 比如说 好 甚至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 好 你知道你的客户呢 可能是住在什么地方 那旁边可能有什么样的店 你说 请你帮我去订阅一下 或者买一下什么东西 当然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的小忙 可是他就会怎么样 觉得自己是有所贡献的 而且这时候很重要 既然对方帮你忙了 你回报他合不合理 合理 所以这时候你们的 对不起 是关系不是关键 你们的关系就建立了 那你的销售 甚至可以是你的回报 你刚才讲说 你上次帮我 这个我一定要回报你 我们公司最近有一个 这个不错的产品 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下 而且这个名额是有限的 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概念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们透过 让别人帮我们点小忙 我们来回报他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过程当中 互动就会非常合理了 所以避免抗拒的互动 就是要让互动变得合理 这样懂吗 好 各位 第四个叫做 间接互动 好 来 什么叫间接互动呢 想要聊天聊得开心 就是两个人 要有共同的话题 所以很多人都说 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聊天 其实是你不知道 怎么找话题 那你会发现到 话题的关键 要聊得开心 就是不要把话题 建立在对方身上 就是如果我们常常 就想要去怎么样 跟他聊他的问题 跟他聊他的状况 各位 你会发现到 他就容易排斥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可以聊 跟对方聊其他人 你就稍微八卦 三姑六婆一下 比如说举例 跟妈妈聊孩子 对不对 跟太太聊先生 跟老板聊员工 各位 你会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 我们就来问说 假设今天 你觉得你先生 会不会有可能需要 这样的一个产品 他最近在干嘛 他怎么样 他怎样 你就会发现到 很有趣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 切入的时候 对方有时候反而很容易 跟你砍砍而谈 好 那你要记住 跟你砍砍而谈的过程当中 他也在了解你的产品 各位 他也在了解 有没有 所以其实 你根本就是在做 这个间接 这个销售的 这个简介 各位这样了解的意思吗 好 来 再来 各位 第五个叫做 第三人称 好 什么叫做第三人称呢 好 各位 这个第三人称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 常常在讲 老师现在在这个 明传呢 也开了这个课程 就是这个 故事领导力的实战班 我们就在教大家 怎么样透过故事 来做这个领导 所以不引起抗拒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故事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聊其他人 有没有 只是这个聊其他人呢 各位 可能跟对方是没有关系的 任何一个人 我们可以聊我们的 自己的朋友 可能聊我们自己的家人 可能聊我们自己的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 从业务员 自己的角度来看 透过第三个人的故事 可以让对方 很容易把话听完 也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 各位 容易引起他的好奇心 容易听你叙述 但是如果你看 你一主动问他说 你有沒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他可能马上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需求 有没有 但是你在讲别人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能够往下听 至少把你的话听完 我先讲 老师今天教你这个东西 不是马上说你做完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销售成交 其实他是只是一个第一步 可是这第一步重不重要 重要 好 来 所以关键 就在你在说故事当中 你也要透过适当的提问 然后找到对方的需求 不要忘了 他只是一个你的切入点 好 来 第六个叫做行动计划 好 什么叫做行动计划 好 各位 就是要告诉你说 好 把你要做的事情 变成计划挑战 例如 徒步环岛 你跟大家讲说 我要去徒步环岛 那我问你 如果你要去徒步环岛的话 各位 走到哪里去的话 好 会不会有朋友说 不然我赞助在你家里 好没有 可不可以 当然他就是好啊 你来啊 或者他至少怎么样 可能带你去什么 知识东西啊 这个逛一逛当地啊 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你可不可以怎么样 把自己呢 要做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销售 当做是一个这个计划挑战一样 好 就好像说 我有一些讲师朋友啊 他去上了一些课程啊 然后他就说 他要发愿怎么样 OK 好 跟一百个人呢 好 来分享这套课程啊 OK 或者是怎么样 他要找几个怎么样的 实验的对象啊 先来听听看他的 之类的 因为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就创造了 你行动的合理性 所以当一个人 在进行某项挑战的时候 只是需要别人协助 就会有了合理性 所以呢 旁边的人呢 就会觉得 好像我应该要帮帮你 然后来完成这个挑战 对不对 好 所以老师 举个例子来说 你现在就可以定个计划 叫做 找回一百个小学同学吧 好 那你跟大家讲 你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OK 那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就像那个合理性 跟他讲说 我现在在进行一个计划 或者是什么 各位你还记不记得 说有的时候 这是一个作业 比如说 在大学的时候 老师叫我们怎么样 去访谈别人 然后知道 别人眼中的我们是什么 各位 就好像在FB上面 有时候我们会说 请大家帮我们一个忙 你怎么认识我的 告诉我之类的 这些都是 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第二件事情是 把你要从事的这种互动 销售行为 把它包装成是一种怎么样 是一种行动的计划 是一种你的挑战 是要你去完成的事情 好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互动 其实就有合理性了 好 最后一个 好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好 最后一个叫做 真正关心 各位 避免抗拒 我们一直强调 就是说 对啊 你不要怎么样 不要 大家抗拒的是你的 一开始的动机 所以如果你能做到的是 真正的关心 而没有怎么样 任何想要怎么样 第一步的销售行为 都放在后面去 那当然 各位 你怎么可能会 引起抗拒呢 你说老师不对吧 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常常关心孩子 但是孩子会抗拒 我跟你讲 各位 所有爸爸妈妈 被孩子抗拒的关心 其实爸爸妈妈都没有想到 他内心当中 是有其他动机的 真的 我没有骗大家 各位 你没有做到 单纯的真正关心而已 好 如果今天单纯的真正关心 对方就算不告诉你 你也不会生气 因为你就是要关心 可是如果你是 想要怎么样 探究对方 想要知道他在干嘛 那对方怎么样 如果不告诉你 你当然怎么样 各位 你可能就会 那个情绪之也会有 所以记住 真正的关心 某种程度 你可以说 他就是一个单向 我就是关心你 各位 我真的没有要 得到任何的回报 或干嘛 好 来 所以今天你发现到了吗 老师跟你讲的 这些策略都需要经营 好 那么换句话说 既然是经营的话 那关键点就是 你应该要立刻开始 立刻开始 它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 它才会有一天 真正的怎么样 帮助到你 好 所以呢 好 如果你总是 学那些不引起 抗拒的话术 好 来各位 最后只会让这个世界互动 变得更加困难 好 怎么说呢 好 来 因为 你的这一招有用 各位 但是怎么样 隔一阵子之后 他就会发现到 你用的只是话术 那么这一句话 可能就没有用了 如果别人再用的话 各位 有没有 过去不好的经验 就出现了 好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选择 这个业务销售工作 你就要创造的是互动模式 而不是某一句话术而已 你要真的把你的模式定下来 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 类型的人 你要让别人真正对你产生信任感 好 来 所以今天老师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 好 来 当你给每天充满动力 如果你可以每天 这个充满动力的话 你就能够赢得信任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会信任对方 还是有一种感觉的 好 那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来 我问大家 其实为什么你会充满动力 或者反过来 到底是什么阻碍你的动力 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全力以赴的时候 各位 其实就是我们的想法跟做法 是有冲突的 这个所谓有冲突的很简单 就好像怎么样 就好像你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但是怎么 心里边想说 我这样子真的可以成功吗 我再继续这样下去可以吗 好 各位 这其实就是我的知行不合一 那么如果假设今天 你知道你要什么 而且你也知道做这件事 可以帮助你要的东西 那当然你会充满动力 它是一个互相回馈增强的 所以老师跟大家讲 到底怎么样叫做话术 到底怎么样的互动 各位 其实就绝对怎么样 会引起抗拒的 答案很简单 你内心早就知道了 我跟你讲 只要你跟你的客户在互动的时候 有些话你就难以启齿 有些话你就觉得有尴尬 你就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怎么开始 就请你不要开始 各位 就好像我常跟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学生 到学校去演讲 我说很简单一件事情 你如果今天离职的理由 到下一个公司 你不敢讲出来 你觉得这个离职的原因 是不能跟别人讲的 那就很简单 那请你不要用这个理由来离职 因为你也知道 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理由很可能只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就开始了解了 我们要怎么样子 可以真正的不引起抗拒 其实关键在先我们内心当中 是不能有抗拒的 我们应该要很自在的 我们会觉得很自然的 如果你的内心就已经有一点点抗拒开口了 请问一件事情 你怎么可能不引起对方抗拒呢 各位这样听得懂了吧 好 来 那这就是老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大家早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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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